就是除了我们刚才讲的这个物质上的 我们修通这个路之外 还有很重要的这个网络 因为在这个中国所倡议的 新一论的这个全球化的这个浪潮 正在推向全球的时候呢 人们除了这个传统的 路上的 陆地上的 海上的 和那个空中的这个交通之外呢 很重要的 人们已经进入这个网络的时代 中国在这个网络这方面的发展呢 实际上在世界上已经相当领先了 你比如说电商 这个这个概念在全世界用的最多的 甚至我听说在中国到菜市场买菜 你都可以拿手机微信支付了 这种情况在世界上其他地方没有 外国都很羡慕我们 那么中国的这些企业呢 实际上在一带一路这个国家呢 也帮助这些国家在建立这些网络啊 建立这个 这些这个无线的这个通信 比如说我们比较有名的两家民营企业 华为和中信这两家公司 这公司呢 在北非中东北非这个地区呢 非常活跃 很多国家他们的这个无线网络系统 都是由中国这些民营公司帮助建立的 所以除了这个物质上的这个互联互通之外 将来未来这个世界网络相通 电商的发展 这是一个对于一带一路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 我们来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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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